我国的梅尔道尔人道组织 在与我国外交部磋商之后 决定留在中东的加沙地带 以援助战争中的受害者 在与外交部进行讨论之后 我国梅尔人道组织决定留在加沙 帮助战争中的受害者 该组织主席萨比尼表示 加沙的死亡人数持续增加 而医院后勤和卫生工作人员 也不堪重负 无法帮助更多的人 与此同时 梅尔人道组织还决定派遣 额外的医疗援助 以及由护士外科医生 骨科医生和全科医生组成的 五名卫生工作者前往救援 此前印尼外交部曾出于安全考量 建议该组织撤离加沙 骨科医生和尔人道组织决定 我认为了尔人道组织决定 Maka Mersi memandang perlu untuk, sekali lagi, memandang perlu untuk mengirimkan tim bedah dan tim bantuan kemanusiaan ke Gaza-Palestina.